优秀的肉羊品种有很多 它们却被世界公认为肉羊之父 它们的优势在哪里 定居中国数十年 它们在中国的发展如何 中国养殖库是如何培育它们的 本期农广天地带您了解 波尔山羊的养殖技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杨璐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种肉羊 我相信不少养殖户们早有耳闻了 甚至还饲养过它们 因为它们的天资特别好 据说正是有了它们的参与 才加快了我国肉羊产业化的进程 实现了胚胎移植技术 在纯种繁育上的应用 缩短了我国与先进国家 在肉羊繁育养殖技术领域的差距 这位幕后英雄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尔山羊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 创作一篇好的论文 成了各位大学生的首要问题 小飞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她的论文题目是 论波尔山羊在中国的养殖状况 为了写好这篇论文 她可是没少忙活 你看她又是上网 又是去资料室查资料 可是一番忙碌过后 在写论文的时候 她还是遇到了问题 别看她学的是畜牧兽医转业 可是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 连真正的山羊都没见过 这论文可怎么写啊 都说实践出真知 不去实地考察 恐怕这论文还真写不好 得想个办法 小飞想起来 自己有位师兄胡勇 在县畜牧局工作 而且之前 好像还听她提到过波尔山羊 说走就走 找她 问问去 波尔山羊是世界有名的 大型肉用山羊品种之一 1959年7月 南非成立了 波尔山羊育种者协会 并制定了选育方案和育种标准 之后 波尔山羊的选育工作 就进入了正规化 现如今 波尔山羊已经被许多国家 引进养殖 60年代初起 五国首次引进波尔山羊进行养殖 1998年 开始大面积引进波尔山羊 波尔山羊的适应能力很强 在五国平均海拔 不高于2000米的地区 都可以进行推广养殖 小飞和胡勇 说明了情况之后 两人就坐上了 去往养殖场的车 年轻人干事 还真是风风火火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尔山羊 它们的躯干为白色 前额与鼻梁部 有一条较宽的白色带 颈部呈长方形 长度适中与体长相衬 它们的背腰呈一条直线 臀部丰满 四肢结实而有力 公羊的脚比较粗壮 母羊的脚少细短 成年公羊的平均体重 为90.35千克 成年母羊的平均体重 为69.32千克 羊羔的平均出生重 为4.15千克 十周龄断奶羔羊的平均体重 为18.21千克 玉飞羊出栏的平均体重 为42.36千克 屠宰率为48.3% 波尔山羊一年四季 都可以发青配种 秋季为配种的高峰期 波尔山羊的公母羊 一般5月0性成熟 6月0达到初情期 公羊的配种年龄 为8到10月0 母羊的初配年龄 为7到8月0 发情周期为21到22天 发情特征明显 经产母羊可以一年两产 或者两年三产 尾窝产高的平均数 为1.9只 公母羊的利用年限 为5到7年 成功养殖波尔山羊的第一步 与养殖其他品种的羊 是一样的 仍然就是选种 虽然波尔山羊的天资好 起点高 但是同类当中 还是有优劣之分的 所以只有选出 更为优秀的种羊 才能够确保繁育出来的 羔羊出类拔萃 这里面又有哪些挑选的技巧呢 谷羊的外貌特征呢 主要是一个骨骼要打 因为我们要利用它的有量的基因 这个骨骼呢 主要体现在一个身高 身高和体长 身的高度有高 它这个说明它这个要壮实 它的身高一般都在70以上 这个体现上要在1比1左右 背部呢 要长 要平 它才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这个骨呢 要抬杖 特别是在整个洋角度来说呢 它要一个凶凶的表现 凶凶的表现 主要在一个头部 头部要大 眼睛要有深 这个脚的长度啊 要好 这个胸部 胸部它要快 要深 它显得它的汇合量大 显得它的身体特别壮实 睪丸要比较大 睪丸的梁侧 睪丸呢 要比较运势 它的产力量呢 它这个量才能做 选择中母羊时 要求头部清秀 性情温顺 骨骼四肢端正 背部平稳 臀部肥大的中母羊 一般这种中母羊 与后代的能力都比较强 除此之外 还要求母羊的两个乳房匀称 母性好 刚才我们说了 中羊的利用年纪 一般为五到七年 难道五到七年以后 我们还需要去国外 继续引进中羊吗 这个问题 小飞还真问对了 中国羊要淘汰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厂 把这个好的中羊 普通的血统的中羊 进行调剂过来 我国幅员辽阔 地大物博 波尔山羊的养殖场 也比较多 为了避免各个羊场中的 波尔山羊 近亲繁殖 也为了节省开支 方便管理 对种公羊 进行有计划的交换 既不用频繁地 去国外饮种 也保证了我国 波尔山羊的质量 在这个羊场里 每天上午八点半 下午一点半 是对波尔山羊 进行四位的事件 饿了一碗上的羊 都显得眉睛打彩的 可是 看见工作人员 却立刻来了精神 每只羊都仰着脖子 想要吃到这一天的 第一口饭 这个羊场引进的是 六月龄的种公羊 每只种公羊的 饲养密度 大概在 2.3到2.5平方米 这时候的种公羊 虽然已经到了 初情期 但是还不能正式配种 需要饲养一段时间以后 才能进行配种工作 虽然暂时不能进行配种 但是 为了让它们 在达到配种阶段时 有一个良好的体质 饲养员对它们的四位 也不能掉以轻心 要保证草料供应的多样性 在夏天 可以四位鲜嫩多汁的青绿饲料 而在冬天 则可以四位 打碎的花生秧 红薯藤 玉米接杆等等 来满足 波尔山羊的生长需求 将打碎的花生秧铺平 再把淡盐水 均匀地洒在 花生秧上 翻一遍之后 再加一遍淡盐水 这样处理过的草料 波尔山羊更喜欢吃 处于这个阶段的 总工羊每次四位草料 一千到一千五百克 早晚各四位一次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 就是给波尔山羊准备精料的机器了 先将玉米打碎 再加入豆饼 麾皮等原料 这里面包括55%的玉米 18%的豆饼 20%的麾皮 5%的肉羊用复合预混料 1%的食盐 0.5%的碳酸氢钠 0.4%的畜秦维生素 预混合饲料 和0.1%的亚西酸钠 维生素液粉 这些原料经过配比搅拌 就成了波尔山羊口中的美味 不过为了让这些波尔山羊 能吃得更好 在精料里还给加入了另外一样好东西 豆腐渣 除了在饲料里添加豆腐渣 我们发现 饲养员还给饲料里增加了一些打碎的花生羊 这样是为了防止羊在吃掉的时候 精饲料摄入太多 引起肠胃不适 发生拉软粪的现象 把精料 豆腐渣与草料 按照1比2比1的比例进行搅拌 混合好之后的饲料就可以推到羊舍里对肿公羊进行四味了 每只肿公羊每次四味混合料150到250克 同样也是早晚各四味一遍 看到这儿啊 您可能会觉得这一番饲料准备还真是挺繁琐的 后备肿公羊们吃的也太讲究了 不过当您看到他们吃的津津有味 长得也是越来越健壮的时候 您就会觉得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而且还要提醒您 在步入配种期后 他们的待遇又提高了 这不 小飞瞧见了工作人员放在这里的鸡蛋 怎么着 难道今天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吗 可是看见工作人员把鸡蛋打进了混合饲料里 小飞就知道自己想错了 把鸡蛋放进了混合饲料里 这是要给谁开小灶呢 这就是刚才说的配种期种公羊的特殊待遇了 配种期的种公羊担负着配种的任务 经常处于兴奋状态 为了保证他们的营养 需要给他们四味的混合饲料里添加生鸡蛋 处于配种期的每只种公羊 每三天要四味一到二枚鸡蛋 并且要增加混合饲料的饲料量 每只羊每次四味两百到三百克 草料一千到一千五百克 早晚各四味一次 这时候的种公羊还要进行不定时的驱赶 让它们适当的活动一下 以防止种公羊过肥 降低精液品质 进而影响繁殖的质量 这边眷舍里饲养的是五月龄左右的后备种母羊 每只后备种母羊的饲养密度 大概为1.8到2.3平方米 它们也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饲养之后才能配种 这时候的精饲料的配方调整为 百分之五十五的玉米 百分之十八的豆饼 百分之二十的麸皮 百分之五的肉羊用复合预混料 百分之一的食盐 百分之零点五的碳酸氢钠 百分之零点四的触前维生素预混合饲料 和百分之零点一的亚西酸钠维生素液粉 和种公羊一样 种母羊也要四味搅拌好的混合饲料 每只羊每次四味混合料 一百到一百五十克 草料一千到一千五百克 每天早晚各四味一次 这不 小飞正在羊场转悠 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获 还真让他碰上了老熟人 师兄胡勇正和羊场的工作人员 给波尔山羊做人工寿经工作 饮种回来的波尔山羊 养殖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配种了 波尔山羊配种可以采用自然交配 人工辅助交配和人工寿经这三种方式 采用自然交配与人工辅助交配的方式 种公羊和种母羊的比例为一比十五到二十 如果采取人工寿经的配种方式 种公羊和种母羊的比例为一比四十 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种公羊的饲养量 同时人工寿经还可以提高配种的成功率 人工寿经结束以后 被人们看了隐私的公母羊 似乎都不好意思了 工作人员一松手 就急忙跑进了羊舍里 配种后的母羊要尽早进行妊娠诊断 通常母羊在配种后经过一个情期 也就是二十一天左右不再发情 就可以初步断定已经怀孕 配种成功的母羊性情会变得温顺 这时候就进入了母羊的妊娠期 对于这些羊妈妈 可需要细心照料才行 作为重点保护对象 羊妈妈们的一举一动 似乎都牵动着饲养员们的心 其实也不要过于的紧张 只要在各个时期 科学合理的安排好 他们的饮食起居就可以了 这对羊妈妈 高羊宝宝们的健康状况 还有日后配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都是非常重要的 布尔山羊的怀孕周期是五个月 人生的前三个月 胎儿生长比较缓慢 这一时期 种母羊的营养需求并不是很大 这时候 每次需要四味草料 一千到一千五百克 混合饲料一百到一百五十克 每天早版各四味一次 可是到了妊娠的后两个月 胎儿迅速生长的时候 就要对饲料进行更改了 这时候的金饲料的配方 调整为 百分之五十的玉米 百分之二十的肤皮 百分之二十二的豆粕 百分之六的肉羊用复合育混料 百分之一的食盐 百分之零点五的碳酸氢钠 百分之零点四的 畜秦维生素预混合饲料 和百分之零点一的 亚细酸钠维生素液粉 同时在四味量上也有了变化 混合饲料的胃脊量 与妊娠前期相比 要增加一些 调整到每次每只羊 四味一百五十到两百克 好料的四味量 这时候也要增加 更改为每次每只羊 一千五百克左右 每天早晚各四为一次 还要注意 如果是冬天 要把提供给 妊娠期的母羊的饮用水 替换为温水 波尔山羊的整个妊娠期 以及哺乳期 饲养的密度保持一致 每只羊的饲养密度 大概在2.3到2.5平方米之间 看着这几只羊 大大的肚子 就能想象不久之后 这羊肠又要新添几个 鲜活的小生命了 在这一阶段的母羊 要加强管理 避免生活环境过于拥挤 减少应激 日常活动要以慢稳为主 当发现母羊坐立不安 同时计算着 到了母羊的预产期时 要及时安排临产母羊 进入产房 产房的床面 要铺上清洁干燥的电草 注意保持产房内的安静 母羊的预产期 一般按配种日期 月加五日减三的方法 来推算大体预产期 例如4月8日 配种怀孕的母羊 它的预产期 大概在9月5日前后 小飞本想一直等着 这只母羊生产 好记录下 布尔山羊生产过程 可是这只羊妈妈 似乎并不希望外人打搅 一直等到天渐渐暗了下来 这只羊也没有要生产的迹象 等小飞第二天再来到羊场之后 发现它已经在昨天夜里 荣生为妈妈了 布尔山羊一般都是自然分明 不需要人工辅助 刚生产完的母羊 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这时候 要对这些处于哺乳期的母羊 进行合理思维 在母羊产后的2到3个月之内 保证能够给羔羊 提供充足的母乳 这时候的金饲料的配方调整为 50%的玉米 22%的猪皮 20%的豆粕 6%的肉羊用复合预混料 1%的食盐 0.5%的碳酸氢钠 0.4%的触勤维生素 预混合饲料 和0.1%的亚锡酸钠维生素液粉 每只处于哺乳期的母羊 每次四味混合饲料 150到200克 每次四味草料 1300到1500克 每天早晚各四味一次 随着羔羊 采食饲料能力的增强 可以逐渐减少 对哺乳母羊的死位 母羊的哺乳期 大概三个月左右 哺乳期结束后 它们就进入了空怀期 空怀期的中母羊 一般经过一个半到两个月的精心四味 可以增重10到15千克 这时候正好以为下次配种做好了准备 对于一个养殖厂来说 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繁殖技术 是把养殖做大 做好 做长久的首要因素了 但是接下来还有更为艰巨的任务 就是饲养 如何把稚嫩的羔羊 培育成健壮的商品羊 这个过程中 还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求呢 在产房里 小飞看见工作人员 在给每只小羔羊的脖子上 挂上了带着数字的小牌 经过询问得知 每只羔羊在出生时 就要按照性别和数量 带上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挂完了小牌 工作人员将一只小羊 凑到了母羊的乳房前 这又是干嘛呢 原来这只小羔羊生下来之后 体质较差 自己不会吃奶 必须要进行人为的辅助喂奶才可以 出乳对刚出生的羔羊的重要性 咱们都知道 羔羊出生后 及时吃到母乳 对增强羔羊的体质 抵抗疾病和排除胎份 有着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工作人员 对羔羊无微不至的照料 才有了羊场里这么多 品质优良的波尔山羊 由于要依靠母乳维持日常营养 所以这时候的羔羊 要与自己的妈妈在同一个眷舍里进行饲养 为了促进羔羊前卫的发育 增加营养来源 要尽早给羔羊开始 训练他们吃草料 在羔羊出生15到20天 开始捕寺混合饲料 将料槽摆在室外 让小羊自由采食 并逐步刺猬干草 让羔羊跟随妈妈一起吃料 一般羔羊到2月0左右进行断奶 最迟不超过3月0 尽管母羊和小羊都不情愿 但是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 恢复哺乳母羊的体况 咱们工作人员也得狠狠心了 断奶以后的羔羊就要单独饲养了 母子隔离分开饲养一周以后 断奶就算成功了 这时候的羊就进入了育成期 波尔山羊的育成期一般是指 从羔羊断奶到商品羊出栏的这段时间 大概有三个月左右 它分为育成前期和育成后期 育成前期一般是指前40天 这个阶段 每只羊的饲养密度为1.5平方米左右 而育成后期也就是育肥期 是指后两个月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每只羊的饲养密度 大概为1.8平方米左右 处于育成前期的波尔山羊 生长发育快 身体所需的营养多 所以这时候的波尔山羊 在四位上与其他阶段有所不同 育成羊的精妙配方调整为 百分之六十八的玉米 百分之十九的豆饼 百分之十的麦肤 百分之一的磷酸青钙 百分之一的育混料 百分之一的食盐 育成羊要四位搅拌好的混合饲料 每只处于育成前期的羊 每次四位混合饲料 100到150克 每只羊每次四位草料 1000到1500克 同样是每天早晚各四位一遍 以这样的四位方法 饲养大概四十天左右的时间 他们就进入到了育成后期 育成后期的波尔山羊 饲养的主要目的是育肥 所以对波尔山羊的四位方式和四位量 都要进行更改 这阶段四位的精妙 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玉米 百分之十三的豆饼 百分之九的麦肤 百分之一的磷酸青钙 百分之一的育混料 百分之一的食盐组成 除了更换了金饲料的配方 在四位上 由原来的一天两次四位 更改为一天三次 也就是说 在每天的中午 还要补四一次 混合饲料和草料 保证每只处于育成后期的羊 每次四位混合饲料 一百到一百二十克左右 每只羊每次四位 草料一千克左右 尽量不让育肥羊 眷射前面的食槽 出现空槽的现象 这样 当波尔山羊 长到五到六月龄 体重达到 三十五到五十千克左右时 就可以出篮消瘦了 养殖布尔山羊意义重大 无论是从生态 经济和社会作用上来看 还是从调整产业结构 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上来看 波尔山羊有着广阔长远的发展前景 好了 本期冬广天地就是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更多的内容 或者信息 请您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